底下一个问题 现在建筑楼房严重的抽水和用沙 导致江河在很多地区已经没水了 因此很多生物都不能够存活 且在抽水的过程当中也伤害很多众生 像鱼虾及很多的生物 并且人类将沙子拿来做建筑材料 这些沙子中的生物被伤害的很多 请问这些人是否要背负因果责任 所以有些家里人闹鬼 有神通看见这些被杀的众生在作祟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这些话是真的 所以不要以为杀石这些矿物是无知 你可以任意去控制它 甚至于任意去糟蹋它 这一段事情我们也曾经多次的提醒 那就是生物有见闻觉知 矿物也有见闻觉知 华言经上佛告诉我们 情与无情同源中知 情是我们现在讲的动物 有感情 无情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物 自然现象 认为这个是没有知觉的 但是佛告诉我们 统统都有知觉 同源中知 同时一样 不但有知觉了 有圆满的知觉 那个圆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很感激 日本江本不死 这是头一个做出实验 用水做实验 水是矿物 我们一般讲它不是生物 它是矿物 做出实验 居然实验出水能看 能听 能懂的人的意思 证明了 华言经上说这句话 没错 情与无情同源中知 那么我们对于无情的众生 要不要尊重 花草树木 要尊重 山后大地 尼莎瓦利 也要尊重 它跟我们同年中知 所以这个问题上问的都是真的 家里面闹鬼也确实 云青债树 来找麻烦的 这种事情 太多太多了 到处都能够 看得到 但是多分呢 都是来求超度的 特别是学佛的人 很容易遇到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学佛 你懂得超度它 一路一超度它 它就来找你 那不学佛的人 他也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他不找它 那到底是找好 还是不找好呢 找好啊 我们帮他忙啊 帮他超度啊 这个愿就化解了 不找的时候 有个愿气 它存在了你啊 总有一天会爆发了 你在走好运 气盛的时候 它避准你 到你摔的时候 它就来找你麻烦了 特别是在生病 病重的时候 那你看那个病人 他会看到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死去 告诉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不知道 看不见 他所说的都不是假话